我叫管月彤,今年九岁了,我来自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 我是沈阳商品学校中学政治老师 管月彤的爸爸是沈阳市小商品大世界的个体户 我们家的客厅没有沙发,没有茶几,也没有凳子 只有一块巨大的镜子和地毯是用来给我练功的 管月彤从小的时候就特别爱舞蹈 有一次沈阳市是有一次暴雨简报,然后那天正好他有舞蹈课 然后我妈妈就说雨太大了,都不让出门,别上了 孩子非常坚决地说我必须得去舞蹈课,不去不行 我说那下雨我们会交透的 然后我就在家里哭,然后一直就是不说话 后来我和我妈妈骑着车,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去 我有的时候看到孩子练功非常辛苦 其实非常,弃曲的功和舞蹈功都非常的苦 我们非常心疼,其实不想让孩子练的 但是孩子自己对舞蹈的追求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有的时候我们挡也挡不住 有请管月彤小朋友 大家好,王豪叔叔好 你好 月彤,你真不得了 你们家什么都没有 这个客厅,那沙发都上哪儿去了 有的卖了,有的送给别人了 电视送给谁了 电视,电视送给我二姑了 又送给二姑了,那个茶剑是送给谁了 茶剑,茶剑卖的 以后有这事往北京送送,送给董和叔叔好不好 好 你在家里老有地位了是吧 那是相当的有地位呀 哎呀妈呀 你妈妈今儿来了没有 来了 在哪儿呢 刚才我们在屏幕上都认识了 今天孩子站在舞台上 聊了您一份心愿,是不是 是聊了她的一份心愿 其实对舞台的追求和执着是一直她在追求 不是我在追求 几乎我们家长是被她绑架来的 哦 每次上舞台都是她拼命争着要来 我们家长其实都有工作 都非常的忙 而且我们家长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 就是能力 但是呢 每次在她执着的追求之下 我们都无奈不得不来 哦 我听说那个平时 你妈妈老会说话了 这会说话还特幽默 太喜欢您了 其实孩子说我都非常喜欢您 孩子说您非常幽默 其实我们现在向您学习 希望你也向您那样幽默 大富能荣 容天下能翁之士 笑口常开 孝敬天下可笑之人 哎呀我都耗不住了 整个这舞台